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概念是我在法国得来的 因为这个皮他们法国人是包覆盆子书 觉得这个皮的化口性也很好 然后跟这个航局大学很match 而且很养神的东西 用不同材料让各家糕点甩开油腻 曾苍勇不断尝试 传统的客家肉饼在他手中也不一样了 所以这两种都是客家肉饼 是 鸭鸭肉是谁 这是传统的 是 大家都会觉得好像比较油一点 是 那这个呢 鸭鸭鸭鸡鸡鸡客家肉饼 叫做客家美人饼 加了坚果跟核桃类 吃起来比较清爽不油腻 要得到消费者青睐绝无侥幸 77年历史的高品老店 在第三代手中 以新特色求变求新 一再跟我们强调食材的在地性 增长有希望家乡铜楼的特产 还有客家的高饼 在他的努名之下 能够获得更多人喜欢 亚恨老师家 亚恨过人过家 亚恨老师家 亚恨过人过家